失去狮群的庇护,小狮子们的境遇变得极其凶险 这些无助的幼狮仿佛被遗弃在无银的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游走着 很快,他们遭遇了一个庞大的凶狠的猎狗家族 几个月大的幼狮们,体型远不及雄性猎狗的一半 面对任何一只猎狗都可能被轻易地杀死 这种威胁激发了猎狗家族浓厚的兴趣 他们不断发出刺耳的吼叫,制造出混乱的气氛 小狮子们已经被逼到了绝境,面临着退无可退的境遇 尽管家族的威望拖延了猎狗们动手的时间 但恐怖的咆哮无疑让小狮子们心生恐惧 他们本能的威依在一起,面对强大的敌人 任何一只小狮子都不敢表现出丝毫的敌意 在没有救援的情况下 小狮子们面临着全军覆没的风险 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体型稍大的小狮子摆出威胁自派 但这一举动却适得其反 猎狗家族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他们只是举目四望 唯一担心的就是附近是否有狮群存在 一旦摸清了狮群的底细 这群小狮子注定难逃厄运 当前的情况如此严峻是因为狮群正经历严重的动荡气 王位更替如同狮群无法摆脱的诅咒 趁着狮王外出巡逻 两头流浪雄狮悄悄袭击了狮群 在留守的雄狮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入侵者突然发动了攻击 尽管双方都在巅峰状态 但寡不敌众 留守雄狮被入侵者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体型的优势勉强保住了他的性命 但双方都不愿在战斗中负伤 因此冲突很快止步 征服狮群不仅仅是打败狮王那么简单 然而对留守雄狮而言无法克敌制胜 便意味着必须面对失去狮群的风险 战斗结束后 这头雄狮虽然伤势严重 但他依然不甘心轻易放弃对入侵者的讨伐 因此暮色将近 他一直在呼喊同伴的救援 然而呼喊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狮王的下落可能更为不幸 果然情况与预期相反 入侵者们胸有成竹 迫不及待地开始宣誓领地 生存竞争的激烈 使得两头雄狮组成的联盟变得相当常见 在巅峰时期 他们能够征服任何一个狮群中的所有词尸 尽管如此 两头雄狮保卫的狮群 同样面临极高的入侵风险 可能在短短的一两年内 他们就会重蹈失败的覆辙 然而 夺位的成功让入侵者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建立自己的王国 接下来 他们需要尽快找到瓷尸们的下落 诗群中的变故突如其来 瓷尸们带着几个月大的幼崽离开了七夕地 因为新的狮王通常会杀死幼崽 让瓷尸们尽快进入发情期 尽管这些幼崽已经断奶 但生存的本能是他们绝不敢冒险接触陌生的雄狮 不幸的是 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 新任狮王嗅着气味紧追不舍 因此 幼崽们不得不离开母狮 独自逃生 雄狮最终发现了目标 瓷尸们的暴露是不可避免的 瓷尸们作为狮群的核心 由幼崽作为羁绊 他们不可能轻易抛弃原来的七夕地 四处流亡 陌生的雄狮咆哮着大步走来 战斗很快打响 这头雄狮操之过急 低估了成年瓷尸们保护家族的勇气 新的狮群建立需要时间 这是双方彼此妥协的结果 毕竟雄狮还有同伴 猫科豆骨子里对强者有着深刻的尊崇 然而希望双方都能尽快平静下来 因为失踪的幼崽们 正在独自面对危机四伏的草原 狮群中的成员众多 彼此之间的适应需要时间 在适应的过程中竞争同样存在 两头雄狮也会趁机分出大小王 建立狮群的最终结局 往往是关于交配权的争夺 但两头雄狮可能并不知晓 此时此刻 狮群中的个别雌狮却心存忧虑 终于在太阳升起之前 狮群恢复了平静 但雌狮首领却默默地离开了 他似乎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 必须尽快找到幼崽们的下落 狮群里的其他成员 本能地尾随其后 这正体现了雌狮首领 在狮群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回到对峙现场 幼崽们仍在忍受着猎狗家族的集体恐吓 实力悬殊 家不赶回 幼崽们每一个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低沉而恐怖的咆哮声 穿透着灌木丛 这也为狮群的及时救援传递了信号 果然 幼崽们似乎突然看到了希望 随着雌狮的吼叫声渐渐传来 他们仿佛听到了来自家族的呼喊 几只幼狮立刻朝着灌木丛的方向移动 随着叫声越来越近 猎狗们也因狮群的急切 而中断了继续尾随的念头 狮群的突然出现 让猎狗家族措手不及 此狮首领带头冲向前线 将心中的愤怒 全数发泄在猎狗身上 家族成员被捕 猎狗家族也迅速采取了反击 多只猎狗冲到现场实施营救 而狮群的其他成员也陆续赶到 整个草原上 两个实力最强的家族 发生了激烈的乱战 虽然没有雄狮在场 猎狗家族庞大的规模 让他们并不忌惮此狮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猎狗家族低估了 雌狮们殊死一搏的勇气 当家族中的一头 雌狮遭到围攻时 雌狮首领立刻冲过去救援同伴 双方都将重点打击 对方的首选目标 但雌狮们的凶悍 击碎了猎狗家族的围攻 趁着溃散的猎狗群 来不及逃窜 狮群抓住时机 调队的猎狗 被狠狠教训了一番 冲突愈发白热化 但这一次 一向强势的猎狗家族 却没有敢继续救援 庆幸的是 狮群的手下留情 让这只被捕的猎狗 侥幸逃生 最终胜利属于狮群 此时首领带领着 幼崽们安全撤退 及时的营救 让狮群中的多只幼崽 避免了一场浩劫 然而 面对陌生的狮王 幼崽们的未来 依然不确定 目色将近 狮群重新回到 适应的栖息地 我们看到了一幕 惊人的场景 幼崽们好奇地 围绕着崭新的狮王 而狮王对他们 却并没有表现出伤害 这一结局 让人心中彻底安定 完全得益于 那位敢于抗争的 此时首领 新的狮王 展现出了对幼崽们的宽容与接纳 这一温馨的画面 让我们看到了 自然界中除了竞争与斗争外 还存在着温情与和谐 幼师们围绕着 狮王的好奇与试探 不仅是对新环境的适应 更是对生命延续的 渴望与期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频道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